在民进党败选检讨的报告出炉前夕 前党主席许信良表示 蔡英文选前否定九二共识 让政策论述丝毫没有缓冲的空间 是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然而范绿的智库学者却持不同的意见 认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摇摆不定 让选民无法信任才是关键所在 经过一个多月的闭门讨论 败选检讨报告下周三即将发表 此时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却指出 一中原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 蔡英文一开始就喊出反对九二共识 绝对是最致命的错误 引起党内各方的讨论 然而清律的智库学者 则对此表示不同的看法 他输在对两岸的具体政策 前后不一 比如说ECFA早期权力杯葛 后来变成概括承受 最后又变成说ECFA上市 两岸政策不得民心 但不代表必须和国民党一搭一唱 以检讨败选为题举行座谈 学者不认同许信良的主张 反倒是认为国民党之所以能够胜出 文宣操作成功是关键所在 包括文宣和议题回应都表现失当 学者们细数败选原因 是否能够反映在败选报告当中 下周三见分晓 澳雅卫视周经卫汪志聪 台北报道